- 手術剛結束之後,大概第二點和第三點是最腫臟的 因為在發炎,所以就要靠吃紫蔥藥之類的,紫蔥藥跟消炎藥 然後在吃的部分的話,是完全沒有辦法咬東西 所以很多啊,比方說水果,或是粥啊,或是一些肉啊,全部都要打成青菜之類的 那其實你吃的營養一點,我恢復的算還蠻快的 那在睡覺的方面,我覺得比較辛苦的是睡覺的這一塊 因為在睡眠的時候,因為我帶著,我有包著那個頭套嘛 所以非常不好睡,而且我沒辦法測睡 對,所以幾乎我前三天是幾乎沒有什麼睡到覺 對,這可能是比較辛苦面的地方 那其實整個禮拜下來,就是它總帳會一直慢慢消 大概第二天還是第三天睡腫的,然後到後面就會慢慢消掉了 那路人看到啊,以為我是從燒燙上中心出來的 那實際上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啊,就只是包著比較恐怖而已 一個月之後其實就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它就繼續消啊,其實已經消了非常多了 就是等它慢慢消腫而已,然後還有一些baby face這樣子 那我真正比較完全,比較自然完全消掉是至少要三個月之後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喔,那術後的部分就是覺得,就是非常開心 我覺得我的五官上立體非常多 再來就是我的臉,小真的非常多,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他們就說,哇,紫辰你長得好,你變得好像不一樣耶 然後可是有些人又說不上來是哪裡不一樣 有些人甚至沒認出來,大部分都是覺得因為太自然了 好像沒有整,那我在這段期間有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就是根本沒有看過我整形前的樣子的朋友 那我這些朋友根本看不出來我有整形 所以我如果有跟他們分享的時候,他們都滿驚訝的 那他們驚訝那個表情就讓我滿爽的 書後之後其實是有聽過有人說我像熊帶領 那我自己去看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像有一點,這麼樣的一個相似度 哈哈哈哈 喔,傷口的部分,其實我大部分的傷口都是在我的口內 就是下牙齦跟上牙齦的部分 那剛開始手術完的時候,其實嘴唇整個會有一點麻麻的感覺 那其實不影響講話跟吃東西啊 那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候,神經會慢慢恢復 就是隨著我們恢復好之後,其實他的感覺就會慢慢自覺越來越有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是不影響我吃飯啊,還有講話啊 以及我的工作之類的,對 胡醫師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的細心跟專業 那整體來說,就是我全都是蠻相信他的